哈喽,我是Eason,欢迎来到这一期的Vans爱好者TV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鞋款就是我手里的这双 哦不,是我手里的这一整套即将在8月份发售的GPS系列鞋款 随着前段时间DoubleTapes官方认识的更新 主理人西山彻讲述了双方合作中的里程碑事件 除了满满的情怀回忆杀之外 也顺便带出了Steal in Love with Waffle的联盟内核 但在此联盟内核基调之下 却拥有两套风格完全不同的产品 分别是GPS定位坐标和Costbones交叉股 首发的GPS系列拥有6双鞋款 3个鞋型,2个配色 每个鞋型黑白2个配色 其中,两双OG AERA LX为护子店铺限定 以上就是这次联名大致的介绍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先从我最喜欢的白色Oldschool和白色Sleeper开始讲起 西山彻将DoubleTapes的logo和东京店铺的经纬度坐标 印在了黑色的包边上 白色起皮铺满了整个鞋身 侧边的爵士条纹与鞋身的配色一样都是白色的 材质采用了高档的皮革 鞋舌上使用了Volt復古logo步标 鞋根后点缀了WTVUA的刺绣子样 在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小可爱会提问了 贺哥,我买过很多DoubleTapes的衣服 他们的衣服上面也印有这个WTVUA的字样 但是我一直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其实WTVUA是DoubleTapes品牌的标语 DoubleTapes Visual App Armor的缩写 翻译过来就是DoubleTapes视觉装甲 我不知道这个翻译准不准确 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霸气 也很符合DoubleTapes这个军工装品牌的定位 这次DoubleTapes联名的鞋垫也非常值得称赞 与18年DoubleTapes的联名一样 鞋垫上的皮垫占据了整个鞋垫三分之二的位置 也就是差不多到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都是那一层特殊的皮垫 所以这次鞋垫的脚感依旧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后标方面呢采用了白底黑色滑板logo的OG后标 而黑橙呢正好相反 采用的是黑底白色滑板logo的Volt OG后标 以上呢就是这两双白色鞋款的大致介绍了 我不知道你们会更喜欢哪一双 那接下来呢请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你们是喜欢old school多一点呢 还是喜欢slipon多一点 我手里的这两双黑橙呢 我也不想再多说了 因为有非常多的up主已经做过上手开箱了 但是出于我个人的喜好 不对 出于我个人的责任还是得稍微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吧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双old school的包边 其实它old school包边的印花跟白色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包边的颜色 从黑色变成了这个鲜艳的橙红色 然后鞋头出的包边呢依旧是黑色 其实我个人不怎么喜欢这个黑色的包边 如果我觉得西山车直接把这个橙红色一直延续到鞋头这块包边 我觉得这双鞋上脚会更亮 但是这块黑色的这个包胶头一直包在这边感觉怪怪的 就是骚到一半 骚不下去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橙色的包边一直延续到鞋头的话 那这双鞋子就有当年狗王二代内威尔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来稍微讲一讲我对这次联名的看法 这次这一套鞋子的材质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的 因为它整个鞋身你肉眼所能见到的地方都是脊皮 而且我觉得对于搭配来说的话 这双一定是非常百搭的鞋款 你们是喜欢黑橙呢 还是喜欢白黑 喜欢黑橙的扣1 喜欢白黑的扣2 鞋款方面的开箱已经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聊这次联名的鞋盒 鞋盒的主色调是非常鲜艳的橘红色 鞋盒的正面印有非常巨大的VANCE logo 鞋盒的侧边分别印有VOLT之前的logo和DoubleTips品牌logo 鞋盒的侧边印有Waffle Loves Club的字样 其实这个Waffle Loves Club已经是不止一次出现在DoubleTips联名当中了 从EU5AW那套DoubleTips开始 一直延续到了EU6还有EU8AW 在过去这三套联名中 反复提到了Waffle Loves Club这个理念 当然为什么有这个理念 请回去看我之前做的那一期 Neighborhood与Uncle Tom's Market联名的Authentic的视频 在那里呢 有对这个Waffle Loves Club的解释 接下来呢 我要说一个在这次鞋盒上我最喜欢的设计 那就是这次联名的鞋盒 是一个抽屉鞋盒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设计 时隔9年抽屉鞋盒终于回归了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鞋盒呢 那么我们就先把时间倒退到2006年 从06到09这三年之间 所有DoubleTips与信价支线的合作鞋款使用的 都是我手里的这个黑色鞋盒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问了 啊这个纯黑的鞋盒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问题 那接下来我来告诉你 当时的鞋盒完全没有任何的设计 它只是一个浑身通黑的抽屉式鞋盒 但是它的亮点却在于它鞋盒下的这个Vans logo上 好这个闪电S正是心底夹支线的logo 它是由知名文身艺术家Mr.卡通 为心底夹支线专门设计的 所以你在第一眼看到这个logo的时候 会觉得啊 跟普通logo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你细看就另有乾坤了 随后时间到了2011年 从2010到2011这两年之间 所有DoubleTapes联名的鞋盒 变成了我手里的这个棕色牛皮纸鞋盒 鞋盒上的图案也是西山车为这几次联名特意而设计的 随后时间到了2013年 从2013年开始 所有Vans与DoubleTapes的联名 从心底夹支线转变成了Volt支线 这个鞋盒其实在上期节目中 我才刚刚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非常具有70到80年代的条纹鞋盒 而接下来几年Vans与Volt支线联名 依旧沿用了条纹鞋盒的设计 但是颜色呢 从这个白红变成了我手里的这个白黑 然后又变成了16年的黑银 最后最后到了18年 这个鞋盒变成了白色加藏蓝条纹的鞋盒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时候呢 肯定就有小伙伴会问了 为什么你有这么全的DoubleTapes鞋盒 那是因为DoubleTapes是我所有收藏里面占的比重最大的一部分 而且这是我最喜欢的联名之一 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彩蛋 那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 我会开箱全套的DoubleTapes与Vans联名的交叉股系列 包括即将在9月份发售的全新交叉股 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Vans的资讯 Vans的开箱 Vans的上缴 记得关注这个频道 我是Eason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